不公开化 中国大都愿意做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来D20怎么样全球抗议 为什么大家全球那么一样的紧张 是不是这一次的世界已经让各国领袖 意识到会对冲击到各个国家的经济情况 这是肯定的 现在因为在过去的将近20年的时间 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 现在全球化的趋势非常的大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然后从供应链产业链的布局也好 物流到科技流到资金流 它都是一个全球化的状态 就是不管你承认与不承认 它这个事实是存在的 所以这回的疫情 冠状病毒疫情出来了以后 因为各地都在进行限制通行 所以不管是物流人员流 包括资金流 现在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这回G20专门提出来了 说是在20国的国家 希望能够就和大家来更大的政府的投入 来这个挽救呢这个疫情对这个经济的这个冲击 所以他们提出来一个具体的目标呢 就是这个五万亿 五个吹令 五个吹令呢 这个五万亿美金的这个目标 这个呢是是在G20上提出来的 但实际上呢现在呢像这个五万亿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数字呢 因为大家都在那儿可能是不是自己认领啊 我不知道了 咱们也没参加那个G20 但是呢这个应该美国 美国呢已经通过了法案 这个就是这回的这个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应对的经济复苏法案 现在呢已经是定下来呢是两万亿 两万亿呢这个救助计划 纾困计划 这已经出来了 另外呢为了应对这回的这个疫情 中国呢实际上呢已经推出了一个 就是非常准确的 现在这个总的没有没有看到 但是呢他飞了几期 第一期呢是这个九个省市自治区 当时已经是34亿 34万亿人民币 34万亿人民币 然后呢又加了几个以后呢 好像是19个以后呢就接近了50万亿 但是呢这个这个多少万亿啊 最后出来了以后 是真正落实到2020年 实际上呢应该说现在看啊 应该在10万亿左右 10万亿左右 那合下来呢就是一点几万亿美金 现在呢美国这边是2万亿了 这个但日本拿出多少啊 或者是什么 这个钱呢并不是说呢 这个拿到这个一个基金会啊 这个或者是什么 大家只是说呢拿出来了以后呢 来救助 因疫情最后影响经济的那些需要救助的地方 当然中国呢不太一样呢 中国这几十万亿呢 他呢基本上呢没有说放到这个疫情这部分 他实际上呢是在为后续的所谓新基建 这一块呢在做做这个投资 他呢专门做这个新基建的投资来做的 但是昨天呢看那个新华社呢 他提到了一个呢 现在要拿出54还是56亿 叫以工代振 以工代振 然后呢在那个重点的疫情发展的 那个农村地区 然后呢以工代振呢 给大家呢提供就业机会 他所谓这个呢 就是说呢这个 我在这地方比如需要修河道 这个呢不是大规模的国家计划 但是呢修河道啊 然后做这个所谓农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呀 然后包括植树造林啊 这些和包括一些这个跟 跟这个跟这个疫情相关的 受影响的地方 但是以工代振 比如这五十几亿啊 五十几亿并不是说这五十几亿 都是用到这个老百姓发工资了 他是15%现在 14%到15%是用于发工资的 那现在算下来呢就是将近8亿 是给这些老百姓的发工资的 那就是比如农民工啊修水利啊 那些农民工要发工资的 那这时候也解决了消化一部分 由于疫情所影响的失业的这些人口的问题 但是我想啊这个现在呢 大家看这个五万亿最后出台了以后 是做成什么样 最后还都是在各国政府 各国政府的思路啊也不完全一样 有的呢像中国呢是做基础建设投资 然后呢有的呢像美国一样 就是完全的是来救助 更多的啊不是叫完全啊 更多的是救助 因为我现在呢我就不再不再不重复讲了 因为今天下午我们还要讲这个 讲这个这个两万亿的 我这儿是一大堆的 做了好多的这个这个研究了已经 但是我想呢这个应该说呢 可以说现在往前走 各国政府都在想一些办法 在经济经济上的进行援助 可是最后效果是什么 是不是能够像2008年底的那次经济危机以后 温家宝的四万亿最后呢带起来了 整个的中国的后续几年的经济的繁荣 变成了一个全世界经济繁荣的一个引擎 一个火车头但是呢又反过来呢 这个火车头拉起来了以后啊 最后造成了很多的后续的问题 比如高杠杆 然后呢巨大的腐败隐藏在那 然后接着呢是生产过剩 生产的产能过剩 最后呢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来消化它 还有呢就是这个大量的污染 土水空气的污染 北京华北地区的大量的雾霾 像这些呢都是跟那个四万亿啊紧密相关 所以就说呢这个政府拉动啊 这个是徐光一直在批判的啊 说这个政府干预了以后 这个自由影响了自由经济的这个 自由经济的这个看不见的 隐形的这个手的这个自由的这个运作 这个呢我是同意 但是有一条啊 在确实是在大的 不管是灾难自然灾难还是人祸的这个 面临这个考验的时候啊 政府要出来干预 不干预的话那些弱势的 那些处于危难的那些人 说来的话他们的生命就就 命悬一线了 那这一点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个所以才会有 这个二九年这次那次大大大灾难的以后 古崩了以后呢最后呢这个 这个弹死主义在美国盛行 然后但是呢这个我们我们不讨论这个 我只是讲呢确实这回这儿这二零 现在呢已经把大家呢现在提高到了 这个说必须要一块来应对了 但是最后是怎么走走没走 是不是最后还说按照这个全球化来走 我这点其实我还是挺怀疑的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全球化 可能要走一段时间的回头路 因为现在民粹主义现在呢开始抬头 而且民粹主义开始越来越多的人 在接受这个 所以就是说呢最后闭关锁国也好 还是说进行一些这个 这个利益共同体 一个一个的小的利益共同体 比如像欧盟 欧盟自己的利益共同体 或者是欧盟跟美国的这个 这个利益共同体 或者是美国加拿大 墨西哥带上墨西哥这样的利益共同体 是不是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博弈 和这种重新的一种整合 通过利益上的这种整合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看这回的这个武汉这个疫情啊 应该说可能是为后续世界格局的大的变化呢 可能提供一个契机 当然契机不一定是这个 这个是用的是一个不好意思吧 但是我没有包裔的意思 可能是提供了一个点 可能后续的观察呢 可能会这个世界的格局呢 可能会发生 由此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这个 续光我延续这个恒清这个最后的问题 也正是我想要提问的 因为这一次的全球性的疫情 会对整个国际社会 国际局势 未来的这个权力重组啊 会产 或还有经济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那刚好在中美在疫情 互消长的时候 G20登场 那G20是最近以来 由这几十年来 第一次以视讯会议 来举行 让大家见识到这个全球领袖 最主要国家领袖 透过视讯会议 在交换这个防疫的心得 那他们也愿意做这个事情 那你也看到了 中国在这个样的节骨眼当中 从一个所谓的 这次病毒的起源地 到所谓的国际的捐助的一个国家 尤其它大量的资助于意大利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美中 在这次G20会议当中 有关于防疫上面的这个交手 跟他们的之间私底下的较劲 我先那个 这个批判一下李恒清同学 好 欢迎欢迎 这个温家宝这个政府呢 他搞这个4万亿 这个在国内的这个主流经济学界 一直是被批判的一件事情 是 是被清算的一件事情 4万亿带动了60万亿 地方投资民间投资 但是你知道在温家宝上任之初 他还这个抓了铁本的老板 叫戴国芳 戴国芳呢 他就是江苏铁本 他是投资这个 投资这个这个钢铁企业 投资钢铁企业 他认为他是这个 不听那个不宽 不听宏观调控 不听那个国务院的宏观调控 绕开这个政府管制 自己搞一套 抓了以后判了 结果呢 他4万亿下来呢 这个 这个 钢铁就不够供不应求了 基建 这个在08年以前呢 那个 万科的王石 我说的就是企业家 企业家就是在经济领域里的 他那个行业的专家 就是万科 他是房地产行业的专家 王石 他在08年以前 他的判断房地产过热 房地产过热 结果呢 这个 温家宝旧事一出来 证明他错了 因为 因为这种 释放货币 释放货币实际上是几种方式 一种是央行的 所谓的宽松的货币政策 还有一种积极的财政政策 那一波里头 全是那些国 这个中央级的那个 房地产公司 他们对了 他们大肆收购这个地产 收购这个 从地方手里头买地 当时的情况 你知道在我在国内的时候 我听到很多消息 真的是不可思议 就是发改委 过去的发改委多牛 在温家宝这个 时期 发改委宏观调控啊 多牛 牛到什么程度 就是 说一个处长讲 他一个省长来 在我这只能坐半边 给他一个板凳坐 还是坐半边的 就跟那个当年的江泽民 见那个赵紫阳的时候 只敢坐半个屁股 他当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 发改委那么牛 结果四万亿下来以后 发改委是给各地打电话 让他们赶紧把 这个都报上来 计划都报上来 来了就批 来了就批 就是四万亿是个政治动作 根本不是经济动作 这个政治动作 也不是说是为老百姓考虑 要救经济 这一点啊 所以你 我希望你不要回应了 我希望你不要回应了 因为有一个回合就够了 不要有第二回合 虚光这样 这样不够没关系 我们刚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产业领域里头 产业领域里头 最知道这个市场需要不需要的 是企业家本人 因为他是用身家性命在做判断 你要说他赌 他也是用身家性命在赌 而不是那些处长们 局长们 主席们 总统们 不是那些人 你像你 这个刚才讲的产能过剩 所以搞一带一路 产能过剩什么意思 就是说错误投资该破产了 对不对 一个错误带来另外一个错误 一带一路不就大杂币吗 国内基建搞不完 也许搞国际的基建 最后你搞一大堆的烂尾工程 说这个 我用习近平一句话来讲 都是要秋后算账的 秋后算账的时候 你才知道会有多么惨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方向 就是说 不管是这个 平时还是非常时期 让那个最懂行的 最利益相关的人 有第一决定权 我觉得这个是 自由的精髓 责权利配套的人 去行动 而不是说只有权利 没有责的人 应该去行动 对不对 你这个几万亿几万亿的 资金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 你负什么责 投资错误了 发给那些官员负责吗 省长书记负什么责 企业家可能是要跳楼的 所以你刚才讲经济萧条 经济萧条 它就是要清算 就是你错误投资 要得到清算 当然原因是什么 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政府造成的 你的繁荣造成了这种萧条 就是要清算的 你政府不认错 还要继续刺激 对不对 继续刺激就继续犯错 所以这样的话 中间的你说是公道吗 说公道吗 就是你像王石的这个 他很清晰的判断 你房地产过 盖住房子没人要 中国这个城市里头 确确实是有很多人 他是买两套三套四套的房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他投机通货膨胀的手段 房价为什么北上往永远涨 就是你投 你买了房子 你政府在不停的在往前 咱们前面讲的任志强事件 任志强有一句话讲 就房地产 就是你对中国共产党有没有信心 你认为他不会垮台 房地产就不会垮 他是这么来讲的 所以这哪是经济行为呢 这哪是民生行为 是不是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整个最后捆绑 捆绑捆绑再捆绑 那这样的事件呢 我觉得在全世界 每一次危机过后 政府权力都变大 都扩大 而他萎缩回去非常难 收回去非常难 那我们这个做过 最基本的经济学训练的人都知道 实际上 政府能够行为的领域是非常少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治安领域 战争领域 对吧 包括公共卫生方面 他可以行动 但是确确实实的 在经济领域 他政府真的是 基本上是 这个 完全不在行 打仗 那是专家都在他那 但是搞经济专家也在意呢 这是不可思议的 哪些 我们都知道那些考公务员的是什么人 不管全世界 公务员都是什么人 这是汗落宝收的 对不对 他们怎么会 像企业家一样呢 那些 这个 那些硅谷 那些企业家 对不对 那状态是完全不同的 你让他去指挥那些人该怎么做吗 那就还有这个华尔街的这些资本家 华尔街的这些投资经理 这些资本家 他们都已经不愿意投了 那他是有巨大的风险的时候 那你政府来投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个没有风险 我来担 事关我们这个时间有限了 快了 在这个恒卿 我让他补充这个反驳你之前 是不是刚才好像有 有那个 有观众打电话进来 是不是先接一下好吧 好 观众 来先接一下恒卿 回应之前 反驳我们旭光之前 我给他一点时间 这样才能够balance 是不是有电话进来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恒卿 来恒卿你先补充 不过那个旭光 谢谢 谢谢赵平兄 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 不过我觉得 这个 我不是想反驳你 我不是想反驳旭光 实际上呢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旭光呢 实际上你是 你刚才你一讲了以后 把我跟温家宝的那个想法弄一块儿去了 那也不对的 我一直在批评 温家宝的那个四万亿的 但是呢 我现在在讲啊 因为呢 你要回过头来看 这件事情啊 四万亿在客观上啊 你别看啊 现在那么多的问题 刚才我讲到的 就那么多问题 生产过剩也好 产能过剩也好 污染也好 这这么多的问题 而且还附带着腐败 大量的问题啊 这些都是现实 可是在客观上 它达到了一个东西 2008年以后啊 2008年奥运会 那个时候中国GDP是多少 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了 结果中国呢 把这个四万亿扔下来了以后 呼噜呼噜 最后呢 把中国的经济啊 给带起来了 就把那个中国的经济的活跃程度 给带起来了 这个带起来了啊 客观上 它达到了一个效果 最后中国产生了 你说产生了一大堆的 这个亿万富翁也好 这个百万富翁也好 一大堆啊 但是它在中国整体的14万人 的比例当中 实际上是个很小的一个数 但是中国的形象 就变成了一个买买买 走到哪都是买买买 中国最有钱 中国这个也厉害 那个也厉害 当然最后一看啊 说这个中美贸易 一开打发现了 就不行了 对吧 然后这个中兴公司 差点休克了 一挺你的 一挺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芯片 你就休克了 然后这个武汉 这个疫情一出来了以后 就暴露出来更多的问题了 是这样的 这个我一点都不反对 所以我只是想补充一点 就是千万别把我跟那个 那个四万亿的那个 那个东西挂在一起 我是反对的 我是 我是反对的 另外一个呢 不出来你是反对的呀 因为你把这个 这个全球化的这个 这个成果 放在那 挪到四万亿那儿去了 没有那是你给我挪过去的 那可不是我自己挪过去的 这个不对不对 中国经济这个持续高涨 是全球化带来的 不不不 那些珠三角 长三角的企业 不停的制造 不停的生产 不停的买 买买买买买买 是因为买买买买 不是因为他发了四万亿 是 全世界不是 不不不 这里头啊 是有联系的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的是下一个 中国的新基建啊 现在又上来了 这又来了 这点没错 新一轮 为什么 没别的招 没别的招 只有这一招 有招他不愿意采取啊 当然他不能采取 他要采取了 花钱官员多少了 所以现在啊 你看那个 我真的给你吵了 我就没办法了 不不不 我不是说 我们只是想说 这回啊 后续的这个新基建 这个五十万亿下去以后 你会看到的 是比那四万亿还狠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东西 现在就是你这个 这个危险是在越住越高 越住越高 他现在为什么 大家都不想到 不想身后事了 都想到自己这一段 自己这个政权能不能稳定 现在他们特别懂啊 尤其是习主席 他特别知道 说我这个皮质不在 毛江烟富 所以他把政治 政治安全放到第一位呀 所以现在一切的 说连话 那个 那个后续有什么问题 洪水猛兽 那是我身后事 我根本不管了 我现在只管这一条 我这炸弹别在我手上炸 别在我手上炸 那现在呢 多高的这个 这个债台 住钱 对吧 只要我现实 没问题 我把钱 给维稳部队 能够把钱发下去 能够让这个 这个就业呢 能够产生就业 我剩下的 我都不管了 这是他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啊 这个就是 我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政府在干预了以后 这个巨大的成本 谁来消化 那到那个时候啊 说两话 中国老百姓 还是要自己 自己那样的苦果啊 中国老百姓自己来吃 这一点 我是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千万别把我 跟温家宝的那个 你不要把中国老百姓 和这个 拿到困绑啊 旭光 旭光我只能给你10秒钟 如果你要讲的话 旭光我给你10秒钟 快到了 时间快到了 旭光 你要不要讲10秒钟 讲一句话 10秒钟啊 10秒钟 好 用1秒钟思考一下 就是 这个 恒青这个 我觉得他的前后逻辑 有点不顺 他反4万亿 也应该反50万亿 但是他说没办法 这是中国人民 咎由自取 我觉得他又把 人家蓬佩奥 都把这个 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切割开了 恒青同学 你不应该把他捆绑 这个我要用共产党 自己的逻辑来说 李克强看得很清楚 就是在这个 他上任的 第一任总理的时候 他就讲 就说 人民要过好日子 政府就要过苦日子 苦日子的什么 就是要紧缩 开支 要精兵减政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做 而且进一步的扩大 这说明就是 即使为了党国的命运考虑 当然他有衍生效果 就是人民也会得一些好处 为了党国的长远利益考虑 也不能搞这种 刺激性的这种政策 这种政策 就是眼镇止渴 黄金有没有 黄金有没有 我觉得 我就想回应一个吧 你说这个 现在的危机 已经浮在那地方 我没有想说 这个50万亿的 投入以后会是什么 他只是把这个预值 抬得更高 等到时候 洪水猛兽来的时候 会更猛 他没有 没有真正的拆弹 这个弹 这个炸弹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最后不想去拆弹 最后社会承受的压力最大 我之所以说 就是人民来承受 是什么 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 才有什么样的政府 我们现在中国的政府 正是因为中国老百姓 给了他这个机会 如果他不给他 说两句话 中国走遍 中国政府 是美国政府给了机会 不是中国的老百姓 好 谢谢 谢谢恒金 旭光在华谷跟纽约 很高兴的今天上 上午三个小时 跟两位共同讨论 还没有完 大家还有很多话可以谈 我们早时间在谈 我们必须把节目就此打住 还有别的节目准备要进党了 好 谢谢恒金 谢谢旭光 谢谢明镜的观众 守候我们三个小时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